只要你尊重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 並願意積極貢獻香港 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香港人 他用一個價值觀 來劃分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他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說香港人的價值觀 包括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說核心的價值觀 其中一個就是開放 還有我覺得這是一個非暴力的 如果他們用那種方法 是搞暴力的方法 又說自己是香港人 我都會接受他是香港人 但你又不可以用這些標準 用其他的標準去看 他會有數個星期 你達到最大聖地下 他的評論還是五分 banned 如果你們請她呢 我們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我們